六角槓硬舉雖然有硬舉兩個字 但你知道它的動作模式其實跟直槓硬舉差 欸~~ 長多嗎? 今天的影片會用教練的視角 帶你觀察出六角槓硬舉 和直槓硬舉到底有什麼差別 要注意哪些地方 才能做出一個安全有效的六角槓硬舉 同時在影片中 我們也會教大家應該要用什麼方法 來觀察自己的槓鈴路徑 正確的槓鈴路徑應該又是長什麼樣子 好 大家好 就很乖 我是Julie 讓我講完 你直接繼續 我忘記下一句是什麼了 就很乖然後呢 就差了一點 就差了一點 我是Yuffie 大家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新夥伴 就看動作系列 新夥伴 Yuffie 好 那在上一集的就看動作中 有提到硬舉的重心位置是 大家在操作硬舉時 必須注意的要點 那我們在上一集播出沒多久之後 就收到這位 小芸同學投稿的六角槓硬舉影片 相信大家對六角槓硬舉並不陌生 你陌生嗎? 不陌生 你長焦嗎? 長 很好 那甚至很有可能是你目前課表中 其中一項動作 但你會不會也像小芸同學一樣 在操作這個動作時 下背的感受度總是大於臀腿呢? 接下來我和Yuffie教練會帶大家 一起來看小芸同學的投稿影片 找出可以優化的地方 並且跟你分享在不同工具的情況下 動作模式為什麼會受到影響 以及要如何設定自己的身體重心 那在開始前 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每次在觀看細節爆棚的 就看動作系列時 是不是都會更認識那個 自己已經練了許久的動作呢? 隨著系列影片的增加 有越來越多的動作重點跟細節被提及 為了幫助大家能更有效率地去改善自己的動作品質 超核心將往期的就看動作系列影片近期的重點整理 並以精選筆記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現在只要註冊成為超核心健身教育學院的會員 就可以開始觀看 筆記中會將目前已發布的系列影片分為 上肢、下肢、核心訓練三個主題 以下肢訓練精選為例 在硬舉分類中會以目前所有系列中主題為硬舉的影片進行重點統整 依照動作前吸食位置 一直在動作過程中的身體排列位置 讓你在調整動作時能夠更清楚地注意到每一個動作重點 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份筆記只有以就看動作系列影片中有提到的動作重點為基礎喔 並不是這些動作所有的重點 那目前已更新到學院中的筆記是下肢訓練主題 若是這次精選筆記反應足夠熱烈的話 我們會在日後更新上肢與核心的訓練兩個主題 至於已有的下肢訓練筆記 也會在未來 不定期的將往後新的影片內容更新到筆記中 所以務必持續關注超核心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資訊啦 好 那在我們看小圓同學的硬舉動作之前 我們必須先了解到 為什麼工具的差異會影響到動作的模式呢 那這時候我就要來問問Yufi 你槓鈴的硬舉常帶哪一些動作 我最常帶Adeo 然後再來是傳統硬舉 然後有時候會帶一些上鋪硬舉 這三個動作 好 既然它都是槓鈴 有什麼樣的差異嗎 像比如說大家最常做可能就是傳統硬舉 跟RDL 那這兩個動作的差異的話 他們就主要就是差在 髖關節跟膝關節 他們的角度 OK 這邊也有一個 Anderson跟Yufi他們在做六角槓跟RDL的照片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他們兩個的重心會有什麼不一樣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左邊這個 我們停在這個最低點的位置 左邊Anderson他在做理心向下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一下膝蓋的位置 我的小腿幾乎是會垂直於地面 然後可是你看 你的膝蓋是不是有點在手的前面 對 其實這個 六角槓硬舉臀位會比較低 因為六角槓它其實是一個槓鈴環狀的設計 它的重量不完全像直槓硬舉在前面 所以我們在做RDL的時候 我們屁股向後推 那槓鈴往前 我們重心就可以剛好維持在正中間 那如果今天是六角槓 我重心如果我想要維持在正中間的話 我膝蓋就必須要往前推一點點就是膝蓋的這個角度 就可以讓你整個重心維持在腳掌正中心 這是六角槓跟一般直槓的差異 那不要把RDL的動作做到六角槓去 這樣子下背部的壓力可能會比較大一些些 所以記得在做六角槓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在了解完六角槓跟一般直槓的差異之後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小芸同學的六角槓硬直動作 那她有提到哪些問題呢 小芸她說她在做動作的時候 她會感覺她背部比較沒有辦法繃緊 而且她的臀部的位置會比較高一些 然後你看她的軌跡喔 她說她會呈現有點低姿 對 就是感覺比較沒有直上直下這樣子 好 這個是小芸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一起回放一起 我們再慢速的看過一遍 小芸同學她在第一下起始位置的時候 好 背繃緊 好 慢慢的站起來 站起來 好 其實可以看一下第一下 她第一下她在起始位置的時候 她屁股就已經先抬高了有沒有 然後這個腰椎有一點點向前的動態 好 我們再看她離心下放的時候 其實她槓鈴有越來越往前 越來越來越往前 那這樣子就是她說的 槓鈴越來越往前 所以她會感覺到她的背部 比較沒有辦法去繃緊 好 問題來了 就是 其實像我們在做六腳槓硬舉的時候 剛剛我有提到說 其實她會有一點點像深蹲的動態 所以 我不能單純的只做寬腳鍊往後推 那如果我今天要往下放的時候 我除了往後推之外 我其實還是要有一點點往斜下方做 而且我重量 我的重心 也一樣會在腳掌的正中心 不然我這樣再下去的時候 我的槓鈴她就會開始往前飄 一直往前飄 那這個時候她的腳掌重心 可能就已經跑到腳尖的地方去 那其實我們在上一集我們就講到說 重心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管是在做十槓硬舉 還是六腳槓硬舉 你的重心都應該會維持在腳掌的正中心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槓鈴的軌跡應該要怎麼去操作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的六腳槓硬舉的動作 好 我們剛好這邊有一個APP 我們等一下最後也會告訴大家說 可以用哪一個APP去看你的槓鈴的路徑 好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她的動作 好 Yuhi 其實她在做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說她上來是直上直下 剛好下去的時候 你看這個綠綠的線 唉唷 漂亮啦 漂亮啦 好 然後上來的時候也是維持是直線 幾乎是直線的狀態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 離心的控制跟軌跡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雲的軌跡 這個時候我們也把小雲的軌跡也畫出來 好 往上的時候有一點點往內 表示說她其實在最低點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她的重心其實是有點在 剛好她畫在她腳掌的前側 對 前側一些 對 前側一些 然後再往下的時候 欸 開始回到剛剛那個比較腳尖的位置了 對對對 所以她會覺得說她做起來 她的軌跡是有點偏低型的 對 啊這下又更嚴重 有沒有 唉唷 唉唷 對 還往下 欸 這下比較好一點點 對 這下下也比較好一點點 會發現說小雲她的軌跡其實是有點飄 有點飄忽不定 那針對她這樣子的重心會一直偏的問題 你會給小雲怎樣的建議嗎 這問題真的非常好 那我先問你好了 你在做六腳鋼的這個當下 你怎麼去控制你自己的身體 你一定要確認你的核心嘛 核心一定是處於很穩定的狀況 還有一個 背部 尤其在屁股往後推 在做理心的時候 如果背部會有點鬆掉的話 那這樣子你的重量可能就會往前跑 就會變成這樣子翻過去 那就變成低型 所以背部一定會取決於你的槓領 會不會有直上直下 對 那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點 就是剛剛Yuffie提到的說 除了背 你一開始在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保持穩定 還有核心要保持穩定之外 重心一樣 在腳長的正重心 這樣子你在做理心控制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的往下 直上直下 就不會有往前撇移 對你這一下往前撇了 那你下一下你在上來做向心的時候 一定是會往內 而且腰椎是有點往前凸的狀態 就一開始我們的腰椎 它可能就已經是有點厚凸了 那上來的時候一定就會變成腰椎的前凸 那下背部可能就會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像剛剛的影片 如果放慢速度看的話 就會比較明顯 在站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前凸 對 剛剛如果有看到影片的話 就會比較能夠清楚的觀察到說 背部是不是有穩定好 還有它核心有沒有穩定好 以及它的重心的時候 來有沒有 這邊重心往前偏移 然後腰椎 這樣就會感覺到你的骨旁 好像有點前前腰 就一定會往前撇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你也很會看動作 被訓練出來的 好補充一下剛剛提到的 他在做動作的時候 他背部沒有辦法繃緊 那我們在六角鋼硬舉上 我可以怎麼去做修正 我在這邊我會建議 小雲他先把他的重量先放輕一些些 然後我們在釐清速度的時候 我放慢 你可以做2到4秒鐘 確認你的背部都是維持在外旋的 重心也是穩定的 然後慢慢往下放 讓全程你的背部都是繃緊的狀態 速度放慢 然後再開始做向心 然後習慣了這個軌跡之後 再慢慢加重量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增加你一些核心 或是背部的張力 那除了我上述講的之外 那Yufi你還沒有其他的 訓練的其他的方式 來提供給小雲 教他背部怎麼樣繃緊會比較好呢 在做六角鋼硬舉的時候 我最常帶學生做熊爬 他不只可以去穩定好他的核心 換曲角度 還有他背部的張力一直維持住 那你熊爬不用真的跑 你就撐起來 從四足跪姿 設定好你的核心的穩定 脊椎排列這些都穩定好之後 請他膝蓋離地 不知道怎麼做 就在我們Youtube裡面有 去看Youtube 去看連結 連結 放在這邊 那除了剛剛離心下放的這個問題之外 教練 你要看到什麼樣的動作要點呢 有一個一開始的動作設定的位置 動作設定你說的是第一線嗎 沒錯 第一個 屁股往後推 在一開始設定動作的時候 他的位置 重心跟第一下拉起來 這個就很重要了 你看一下 好看一下他的第一線 手去摸槓了 好站起來 綠 來喔 來回去看 雖然有點晃 但是大家稍微幫我忍耐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身體是有保持張力的 但是他在起始位置的時候 他在往下去握住槓領的時候 其實他是可能蹲了很久 然後身體已經有點沒張力的狀態 然後他的手你看也是鬆鬆的 然後再去握槓 對那他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他的肩膀看起來也沒有去做一個 很好的外旋 然後就直接站起來了 直接站起來 所以你看上來的時候 低一下有沒有屁股就抬高喔 身體沒有張力 就站起來了 對那這個時候其實他腰椎應該有點壓力 他就是腰有點往前推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骨盆變得是有一點點前傾 一個好的動作的設定 他一開始起始位置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跟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 其實都應該要長得一樣 對一模一樣 好所以可以看一下U皮的動作 他在設定的時候 一開始起始位置 他就會跟後面的都長得一樣 有沒有上來的時候 跟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都長得一樣 所以你低一下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想什麼 第一下的時候 都想著你的寬要往哪邊走 這樣就好了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 維持你的張力 就是核心哪寬哪你的背部 然後下去的時候 欸完美複製剛剛上了一下 不要亂想 想你等一下要往哪邊走 所以你的重心都會維持在哪裡 中間 中間 你說腳掌正中間嗎 三點撐好 有沒有 正中間這邊 才好 三點講清楚哪三點 把我的腳抬起來是不是 那拇指下面那一顆 小拇指下面那顆 跟我的腳後跟啊 所以重心的位置 就會在我的正中間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第一下的時候 我就要跟第二下第三下一樣 都維持在正中間 沒錯 小雲同學聽到了嗎 或是螢幕前的各位聽到了嗎 其實第一下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並不是說 反正我重量還沒有拿起來 我就不用去設定我的動作 其實第一下的動作 就會影響到下一下 我們在上來的時候 核心的穩定 骨盆的控制 甚至是你的身體的重心 都有可能會影響 所以記得第一下也非常的重要喔 沒錯 很重要 重要嗎 總結來說 第一點 維持重心 不只有向心 離心也要好好的控制 因為會影響到下一下的軌跡 沒錯 那第二點就是 如果不是鼓鼓特別長的人 像RDL的話 他基本上軌跡是走直線的 那六角槓就一定是直線 因為我們的力量是直上直下 他會有一點點像深蹲的動作 第三點 不管是用哪一種槓鈴 重心都應該要維持在腳掌的正中間 所以不管是六角槓 還是直槓 對 一般的奧林匹克 鼓勵舉重槓 什麼什麼槓 都OK 好 重心都記得要維持在腳掌正中心 對 就是我們上一集講的 那這一集我們用跟大家分享一下軌跡 以上這三點就是我們給小雲同學的建議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螢幕前的你 那除了我們上次分享的重心之外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槓鈴的路徑 你可以去做觀察 那我問你喔 Jurie 可以用什麼APP來觀察我們槓鈴的路徑 像我們今天那個螢幕上畫的那個 我找了一個那個APP 叫做WLO Analysis 就是槓鈴分析 就是路徑的分析 對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載那個APP 然後自己錄螢幕看看 那還可以從槓鈴的路徑觀察出什麼跡象或是問題嗎 就是我們剛剛第二天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槓鈴幾乎是直上直下 不管你是做RDL還是六角槓硬直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說 你下去跟上來的軌跡是不是差不多 這個軌跡是不是有像小雲那個問題 有變成一個D型 不是直上直下 對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用這個APP 來去看一下自己的路徑是否正確 感覺很厲害 很厲害 有這樣錄學生 有直嗎 有直嗎 低直 沒直 再躲五下 沒有開尾箱的 沒有不會 那我們下一期的就看動作真稿是核心訓練 核心訓練 棒式啊 鳥狗式啊 各種核心你想要投稿的東西 你都可以去我們的字評留言 或是資訊欄看一下我們的Google表單 進去填寫 那填寫的東西 就是你的電子郵件啊 YouTube的暱稱啊 你自己的訓練影片啊 還有動作過程中你有碰到的問題啊 做到之後的感受啊 這樣就讓我們一起來觀察一下 就看你的動作 看你的動作 就有機會被我們拍成影片 一起練習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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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多尷尬喔 Ruwen